首先我想我們最重要 今天要講到的就是那些善款的下落 很多人今天都很關心 我都收到很多查詢的電話 甚至短訊 電郵都問 那些信眾他們捐了的錢 現在的下落是怎樣的 在這裏我首先就公佈一下 我們是通過網站Frenchbacker 籌到的133萬9200元 這個數目現在依然都在Frenchbacker 那個專用戶口裏面 是全數都是在的 就等到我們這件事明朗了之後 董事局重組了之後 就會將這筆錢交回給定位子的新班子 那令治在中國銀行裏面 大概有450萬或者以上的存款 也都在中國銀行裏面是安全的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成功 經過律師樓的法律行動 就去凍結了中國銀行的戶口 所以說大概有幾乎是 將近600萬的線款 現在在兩個戶口那裏是安全的 至於有沒有一些線款 在我們凍結之前 就已經是被挪用了 或者是沒有傳到到戶口裏面 這個我們已經找到一個核數師 就會全盤去核數定位子的帳目 如果到核數完畢之後 我們就會看看究竟不見了 或者少了的錢是有多少 然後我們就會採取相應的行動 包括一些法律行動 去追討一些失款的 剛才介紹了的就是大家想知道的 就是善款 現在善款大部份是經由我們這次重建的 由2月份開始到9月的 這段時間裏面的所有籌得的善款 只要是進入中國銀行 或者是通過網站Frenchbacker 都是安全的 但是通過恒生銀行的捐款 這裏就有些問題的 我們會去跟進 發生了這件事 我想我都不需要再講這件整件事的背景 因為整件事的背景 大家已經在報紙上的報道 都看得很清楚 我就不會在這裏重複 在記者會結束的時候 會留一些時間 給大家 各位朋友提問的 如果有些什麽在現在講不到 或者不清楚的話 一會兒你們可以問回 接下來我們可以怎樣走呢 我首先要講一講 我們在發現了定位子裏面 有一個主持人 一位女主持 和兩位和尚結婚的這件事之後 其實我們就已經開始 展開了我們的調查行動 我身邊要介紹一下 這裏這麼多位的朋友們 他們其實全部都在Facebook上面 我們結交回來的 幾乎每一個人 都是在網上認識回來的網友 他們都是在3月份的時候 看到我 就在Facebook上面號召 就說這間寺院是這麽不貧困 他們各個都自發性 來到這個寺廟幫忙的 好像我右邊這位黃小姐 她見到寺院就沒有了花 又很凋零 菩薩面前的花果都沒有 她就是全部的所有的鮮花供應 都是由她免費地定期供上去定位子 後來也都是和她旁邊的那位陳先生 就是把整個圓林 全部出錢出來去做好 幫這個寺院的 Anna 是從澳門過來的 她也是幫忙我們做籌款的 Sharlotte 她是基督徒來的 但是因為見到寺院這麽凋零 她也都沒有分開宗教的分別 來到寺院是幫了很多網 這位是Jenny Jenny在這件事裏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所有那些支票 也不是說所有大部份的支票 如果是本應是進入去中國銀行的 她都是因為某一位人士的指使 就將這些錢進入去另外一個戶口 即是恆生銀行的 因為如果我簡單介紹一下 就說我們定位子裏面 有一個戶口是中國銀行的 這個戶口是專用拿來建廟的 那就是說如果有一個善信 她說我現在捐500元是拿來建廟的 你說清楚是這個目的的話 那些錢是必須要進入去中國銀行的 而中國銀行入面進入去的錢 你要拿出來用的話 那個原因一定是跟建廟有關的 你不可以說拿些錢出來 去幫這個寺廟去買一些用品 那就不可以的 好了 但是我們也有另外一個戶口 就是恆生銀行的 這個戶口就是一個一般的戶口 而這個一般的戶口 我們那位主持人 他就可以動用到裏面的錢 而剛才所說的中國銀行 這個戶口一定經過我同意 我是一個聯名簽署人 才可以拿到錢出來的 所以發展到後期 有一些支票是寄到來定位子的 他只要上面是寫了 只是寫定位子有限公司 而沒有寫明說是英文的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 他就有辦法可以進入去恆生的 所以每一個早上 我們的義工 基本都是要和這位置定師 鬥早跑去那個油箱裡 拿到一些信出來拆開它 然後就搶救那些線款 就將那些線款 放回到中國銀行 但也不是經常成功 而後期他也將油箱換了鎖 只是他一個人可以開的 開了之後拿到裏面的支票 他就會叫Janny 跟他進入恆生銀行 還會是千叮萬粒 叫他千萬不能讓人知道 Janny每一次都會把這些支票影響 令到我們這件事在追討上 就容易了很多 具體有多少錢 有多少奇怪的支票 有多少錢 我想最小的支票是一百零一元 最大的支票是十萬 我想可以這樣說 旁邊這位就是Dora 她是做醫學研究的 她很早期的時候 就在澳門各界 周圍去籌這些錢回來 差不多第一批最大的線款 十一萬都是經由她籌回來的 而她一有空 都會在寺院裏幫忙做義工 燈時間都很長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由她這個機靈的觀察 就觀察到很多異常的東西 包括法師是不裝香 法師是不拜佛 還有穿絲襪 穿奇怪的皮鞋 這些具體細節的東西 比較我們粗心大意的人 看不到她都會觀察到 再旁邊這位就是Pinky Pinky 幫定位置做回所有骨灰鞍和牌位的紀錄 因為原來她們的骨灰和她們的祖先牌位 都是沒有一個好的紀錄 有時譬如打風下雨 有哪個牌位跌下來 是沒有辦法擺回那個原位 這個問題其實持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叫Pinky來 就是負責幫她全部做回所有牌位的各樣東西 每個人都在這件事裏做一個不同的義工工作 直到去到八月的時候 這一班的義工全部就搖身變成調查員 因為我們是發現了有事發生了 他們就本著平時上去做義工的時間和身份 其實就在這裏進行一些的調查 就發現了很多不對勁的東西 也都是做了很大的資料搜集 譬如說每一次有一架車駛進來 他們都會拍照 然後就會立刻由第一號調查員 我最重要介紹的就是由沙律 Charlotte她會收到第一手的資料就會去發派 因為本應沙律的工作 就是幫我們去安排義工的工作 譬如我們還有一隊人 就是去做電工的免費來做電的 他們的工作量和時間 全部都是由沙律做安排 她是義工的統籌來的 變成我們要調查的時候 依然是由她統籌 拍照的時候就會把那個汽車的牌照號碼 就交給Dora Dora收到之後就會把那個查出來 如果是公司維持的 就會再給第三位去查公司的東西 然後跟著一路再查填好廳 一路跟下去才會被我們 我們最後跟到比華麗三間屋出來 其實中間的過程都很曲折離奇的 好了 發現了這件事之後 我們怎麼辦呢 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本著一個原諒和包容的心 一路都其實很希望可以和制定師好好的講 希望她可以改變她的方法 而中途她都答應了我們 說是肯去台灣的佛學院那裡 真正去學習修行成為一個好的出家人 而台灣的學校啊機票啊食宿的所有東西 都是Pinky訂了的了幫她 但是到了七月臨尾的時候呢 就發生了 我們就發現了她其實呢 就真的拿了很多錢 就應該放進去中國銀行的 就轉了去恆生 那麼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就整班義工就覺得真的不行了 那麼就在那裡就和她 就有一個比較大的 就是大家分歧 那麼她最終呢 是答應呢 是轉回四十幾萬 從這個恆生銀行轉回到中國銀行 那麼她就說 這個是她能力上可以還出來的錢 就已經最大了 那麼希望我們呢 就既往不救 但是經過這一次還回一些錢 進來中國銀行之後呢 那麼那個關係就變得就沒有那麼好 那麼她也都取消了不去台灣了 那麼她不去台灣之後呢 那麼其實唯一一個希望她可以 就是經過一個正統的佛學的教育的 希望我們都沒有了 那麼而看她後來的行為呢 我們覺得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能力 可以去改變她 那麼這件事 我們向過什麼單位求助呢 那麼我們有去偵詢過呢 就說 通常如果我們發現了有些僧人 她是結了婚的 或者是有些什麼違反的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那麼首先呢 我們就有去找到一些的法師 譬如是 一些香港大德的法師 就問怎樣做法的 那麼他們將我們呢 將我們推介了去佛聯會的 那麼佛聯會當初聽見了整件事之後呢 他們的反應呢 我是跟一位張藝萍先生聯絡的 那麼她都覺得這個是嚴重的事 那麼她都覺得是要去正視的 那麼她就答應了我 我就說當日就會立刻開會的 那麼在這個之前呢 那麼我也有跟她講過呢 我是去過保聯子的 因為色子定那個戒碟呢 就是她作為出家人的那個戒碟呢 是由保聯子發出的 那麼如果理應如果她是犯戒的呢 保聯子應該是可以收回那張戒碟的 那麼再深入一點的 我也都問過 原來有叫做三師七證的 那麼一共有這麼多位出家人 一起呢才可以幫一位出家人 正式拿到那個戒碟的 那麼那個三師七證裏面呢 有些老和尚呢 就當時幫她受戒 就已經是過了身的了 那麼但是呢 有些七證裏面的 還是在山的一些出家人呢 我們都去找過的 那麼但是 他們的講法呢 都說這件事你都要交回由保聯子 因為他們正式發的戒碟呢 去那裏就叫她收回的 那麼於是呢 我十三號那天呢 我就跟梁耀忠議員 就遲了來個位了 那麼呢 就一齊呢 就上了去保聯子 那就去見他們的負責人 那麼但是負責人那裏呢 我們就得不到任何的 就是很有幫助的 就是一些協助啦 可以這樣講 那麼 而呢 我想我都不需要再多講 就是你們都知道是怎樣了 那情況 那麼跟著我們 回到來之後呢 就找了佛聯會的張先生 就講了給她聽 我們上去了保聯子 但是都得不到正面的答案 因為保聯子 基本上最簡單的答法呢 就是說 如果有一位真理人 在那裏拿了戒碟呢 他拿了就是這樣的了 他拿了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呢 他們都沒有控制的 他喜歡去結婚也好 喜歡去開酒樓也好 怎樣都好呢 他們那張戒碟是沒有辦法的 你拿了傳了個戒碟給他們 就這樣講 他說我傳了個戒碟給他們 接了啦 那麼呢我們就不可以做任何事情了 就是沒有得監管 那麼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呢 那麼我就跟佛聯會談 那麼我就說 講了在保聯子遇到的問題 那麼我也都有講過呢 就說這件事 因為我們已經跟那裏的負責人談過了 那麼他的負責人都好像你們會長來的 那麼如果是你們再開會的話 是不是適合找其他人去商量呢 就是找些不同的人呢 那麼他就知道了 就是我的擔憂啦 那麼後來到大概是15號的時候 15、6號的時候呢 那麼我得到佛聯會的回覆 那麼我回覆就是說呢 他們是沒有任何的權力去制裁任何的僧人的 他們說第一 定位子就不是佛聯會的會員 第二 識字定都不是佛聯會的會員 那麼就沒有辦法 就不關他們的事了 那麼我就說 如果我們現在入會又怎樣呢 那麼他就說 我們入會是要邀請的 那麼我問你能不能夠邀請我們呀 我們現在不會考慮 那麼跟著我就問啦 那麼假設如果是會員的話 你們又會不會可以制裁到 或者可不可以去採取些什麼行動呢 他說都是不行的 因為他們的性質呢 其實是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聯誼性質啦 就是一個就是有好的一個機構來的 就是大家是做一些活動啊 做一些活動啊 這樣就不可以說有一個什麼制裁性質的 就是譬如有人是違規啊 犯了規啊 他們不可以說將你逐出去或者怎樣的 那麼他最後回答了我一樣東西 他說他們最 就是你要我說 就是說他們可以做到最多的事情呢 就是他們可以出過 那麼久就出過一個報紙的記者聲明 就是有人假結婚 有人假結婚 有曾人假結婚 他就出過一個報紙的聲明 就講這件事 他說但是這個是非常非常之例外 和很罕見的 他們會採取的東西 行動就是這樣 那麼在法聯會那裡 我也是得不到任何的幫助 那麼法聯會有提過我 他說我們做不到任何事情了 你不如去報警吧 這樣 他說這些是政府去抓人的了 不是我們執法的 這就是我們遇到的一些困難 這次也學了很大的一課 原來發現是沒有監管的 原來我們經常都會想 原來佛聯會是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職責職權可以去做的事情 原來這就是我們猜的 真真勝勝的情況 就不是我們想像這樣的 那這裏也要講講有一位的法師 我們在這裏多謝他 也要講一聲對不起的 那情況就是這樣 在7月12日的那一日 我就定位子做了一個導遊團 就是希望未見過定位子的情況 一些線訊親身來看一看 那個子究竟有多破落 四周圍怎樣漏水 等你們自己看了之後 覺得應不應該幫 那7月12日的時候 就來了欺客 一共是來了三四位的出家人 其中有一位叫做顯揚法師 顯揚法師 香港是一個很得高望重的一個法師 經常都講經說法 很多人都很熟識他的 那他來的原因都是想幫助定位子的 來到的時候他就捐了十萬元 然後也都跟定位子講 就跟志定法師跟我講 就說他有一批很值錢的堂卡 唐卡是一些古畫來的 而顯揚法師是一個畫的珍藏家 自己也是畫家來的 他就願意把他這批堂卡 全部捐出來 就幫定位子籌見的 到後面的時候 因為他要捐這麼大批的畫出來 那志定師就將他邀請了 就成為董事局的董事 那他7月12日來了探他 捐了十萬元 就在7月22日就正式加入定位子 做了董事的 那有個小插曲的就是 顯揚師不是寫了十萬元的支票的 那志定就拿了這個錢去 進去恆生銀行 所以人家說這個錢是要放進去見廟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天意 那顯揚師竟然就忘記了轉錢 就不知道是欠了幾元 那張票就彈了的 彈了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了 這個時候我都要告訴顯揚師 你最好將錢自己進去中國銀行 他在那裡 我也有跟他講了這個問題 在哪裡 就是著目的問題 各樣的問題 顯揚師都覺得 其實都要好好的跟志定師講一講 就說這個字母不是這樣管理法的 而其中也有很多細節的問題各樣的 長話短說就是 自定師他在22號成為董事局的成員 沒多久之後 顯揚師就成為了定位子的董事局成員 差不多過了一個月之後 他的徒弟全登師也都成為了定位子的董事局成員 那時候我們都很開心 因為連李錯分教授都應邀成為定位子的董事局 變成我們一些好的人 一些比較會在管理上幫到忙的人都進來了 接下來就發生 就是到了我去了美國 我去了美國之後 我是8月9號去美國的 去了之後 我去美國之前 我就知道我識志定師傅有病 就是叫初遺老和尚 他那時候就有點擔心自己 將來會不會還可以 繼續在這個廟裡做主持 於是他就做了一個很特別的行動 就是將他自己 在公司註冊處裡 就註冊為永久董事 希望他的任期可以做到永遠 在這個永久董事的上面 他其實當時就說所有的出家人 都會成為永久董事 除了顯陽師 因為顯陽師 如果大家知道 他患了癌症 現在都是去到很末期的了 但是他在定位子 來探訪我們的那一天 直到7月中的時候 他的癌症其實是康復中的 癌症指數也在那時候找到是沒有了 那是很神奇 他末期可以康復 大家都很高興的 但是因為他的身體情況這樣 所以在那個永久董事上面是沒有加他的 就加了他的徒弟 好了 去到大概是8月20日的時候 顯陽法師就收到制定師的一個電話 就說 制定是很想將我從董事局那裏 就除了的 估計如果將我除了名之後 銀行裏面那時都有五百多萬 就可以同樣去除了名 就會拿走的了 那麼顯陽師就反對的 就說不可以這樣做法 也都不可以這樣去除了一個人的 你們如果要去除一個人 你一定要經過董事局的同意 顯陽師因為反對 就在兩天之後 就被他在董事局那裏踢了出來 還回到8月20日 這個踢出局的就是沒有經過任何董事局開會 我也不知道的 接下來就是李楚芬教授都被踢出來了 顯陽師跟我說過 他需要在七天之內一定要將我除掉 如果他不肯簽的話 他們都會去做這個行動的 那麼志定師是不知道顯陽師有跟我聯絡的 那麼我因為知道了這件事之後 我當時在美國 我為了可以保住那些善款 我就跟志定師說 我現在在美國拉斯維加斯 我找到一間賭場是肯捐五百萬美金 只要我回到香港之後的七天 這筆錢就會到位的了 我因為這樣說了 所以他就將我從董事局出來的決定 就延後了 那麼也都因為這樣 就變成我有了大概 多了20天的時間 去立即做重促的調查 當中包括立即去做那些 叫做核數報告的審查 還有就做那個婚姻註冊處 那個結婚證書的搜尋 因為當時其實他有跟我說 我也有點擔心找不到 章結婚證書的 原因就是他告訴我 就說在大陸結婚的 因為記不記得剛才說過 我們去到後面 他拿了四十多萬的錢 我們一定要他還 那裡其實是說 你不還的我們就報警的了 那就影響到你 和你其他你的董事的 那麼他聽到之後呢 他的反應就說 你不要逼狗跳牆 我不是善男信女的 埋了你在紙裡找不到的 這些有這麼多人聽著的 他是不介意在這麼多人面前說的 這裡有很多目擊證人的 那 就在這個時候 就是剛才我講到 在這個爭執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了一句 你不要以為知道我的秘密 我結婚不是在香港結婚 我在大陸結婚 你查我不到的 所以我們在八月的時候 查的時候 都有些擔心 是不是會查不到的 記錄的 但是很幸運 我們就查到的記錄 當然也有星島集團的幫忙 這個時候 因為他們其實也在查這件案 他們就有人說 見到制定師 是穿著假髮 穿著裙子出街 他們見到 所以星島其實那時候 都是在查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配合報官一起查了 首先出現的 就是2012年的那張結婚證書 結婚證書以為只有一張 但上面原來寫了 是離婚人士 過了幾天之後 再出多一張 是2006年 都是同樣是結婚 即是結過婚的 跟著下來 在這段時間裏 我們就搜集了 很多的證據 就知道 其實那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 這個都未必一定是 一個獨立的事件 可能是冰山一角 我們都覺得自己其實都 都面對著一個 很大的可能性 是一個集團來的 現在去到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想一下 往後的問題 怎麼搞 現在董事局裏面 就經過很多的改動 你見到我剛才說的 就是踢了很多人出去 這些人不是經過一個 正常的程序出去的 我們可能要跟法庭申請 就要放回他們 要服回他們的位子 而還有一個奇怪的事情 就發生了 就是有一位的長老 他們也通知了我們 說當時進入董事局的簽名 是他沒有簽到的 他也沒有授權別人簽到的 變成他在董事局上面的位置 我想也要經過法庭裁定 究竟是甚麼情況 我們現在要做的 就是希望重組董事局 重組了之後 我們就要很留意 就不可以再重蹈我們 之前的歷史的問題 之前是一人作主的 可以說 只要是昔志定一個主持 誰走誰留 是一個人說的 是一個比較 一人專制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新的董事局 我們就會希望分成三組 第一組 譬如是五個人 就是五個出家人 第二組就是五個在家居士 第三組會是 不論宗教的 甚麼宗教都可以參加的 叫做專業人士的一組 那這三組裏面 必須有兩組人 投票通過 才可以通過一件重大的議案 變成我們可以有三權 去分立 令到不可以有一個主持 凌駕於公司法之上 我們這個提出 當然是 我們民主派 梁耀忠議員 就有很大的參與 我們覺得這個也是對的 一間公司 你都要有一個公司的制度 這個是我們第一件事 就要將這個公司 整成有三組不同的人去投票 當然主持在法事上 佛學上的事 仍然都是由主持一個人作主 他可以去統籌 但如果在公司其他處理方面 就一定要經過透明 和民主的投票方式去做 接下來 我們都會入稟法庭 參照之前華謀的案件 畢竟定位只是一個慈善機構 它不是一間私人公司 所以我們很希望 通過法律程序 或者可能都是希望 和我律政司介入的 如果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找到一個 言德言能的主持 可以去主持這個定位子 那就當然好 其實很希望 顯陽法師可以幫我們 去共渡這個難關 但因為顯陽法師的身體 剛才我講到 他被人踢除了之後 他的身體是急轉直下的 因為在電話通訊裏面 他受到很大的侮辱 簡直是可以說 我踢你走就踢你走 你有什麼問題 你去報警 你抓我 就這樣對他說 他的身體狀況 癌細胞的指數 全部回來了 現在的情況是很差 顯陽師和我說 醫生說 他已經是沒有得醫的 可能隨時會走 所以他未必能夠 可以陪我們走得太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究竟誰是 新主持的人選 現在還沒有一個下落 因為其實我問過 寶蓮子 你們願不願意 找人來幫我們接手 他們說他們不管了 佛聯會也說 他們是不會接手我們這個寺院的 所以究竟是誰來接的 怎樣做法呢 我想這個 如果有言德言能的 大德的法師 當然是好 但是如果真的有什麼 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人選的話 我相信我們就要通過法庭 叫法庭去委任一個信託人 看一下怎樣去管理這個寺院 這個就是我們容後要考慮的事情來的 長遠來說 我們也發現 慈善機構完全沒有監管的 好像我們看到 定位子的核數報告 它可以在每一年的收入那裡 譬如200多萬的收入 它可以開一個交際費是24萬多 是超過了這個指的一個百分比的收入的 普通公司如果你這樣入 一個這樣的支出 稅稅都過不了的 但是為什麼慈善機構可以這樣去開支的呢 沒有人監管的呢 這個其實我知道 香港政府是在做一些相關的條文 希望去監管一些慈善機構 但是這些條文 我相信都是要快些出爐 因為完全是可以 那些善款是沒有人去監察 去了什麼地方怎麼使用呢 可以說是完全是沒有人理的 而佛教組織呢 我們也都很希望在將來 也都有一些大德好的法師 其實是否可以考慮做一些 譬如是戒律委員會 那是有少少的能力 去起碼公佈到 如果哪些人是犯戒的 可以在報紙上公佈他們的名單 就說他們做了些什麼了 現在你們就不可以 將它再當是一個出街人的身份了 那起碼我們就不需要 就說去到尼姑和和尚結了婚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事 那這個就比較 現在的情況就差些了 那最後呢我就很希望呢 就帶出一個訊息 因為我其實呢 走出來講這件事呢 我是一個很大的內心掙扎的 原因就是 第一很多人都提醒 我當時 當時你是幫定位子去籌款 那是你去叫了那麼多人 去發動了那麼多人 去捐了那麼多錢 差不多幾乎六百萬 現在你如果不出聲的 當沒有事發生的 就走了去的 依然都是保留一個很好的形象的 是不是 那我就考慮到 我為了自己個人保持一個很好的形象 還是我真的走出來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讓大家不要再 將你的善心枉重 或者讓你看到這個情況是這樣的 讓大家知道真相的 那我在掙扎之下 我都是覺得 個人的榮辱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考慮了 那麼考慮的反而是 佛教的形象 佛教整體的形象 是有幾大的打擊 那麼這件事上面呢 我就有跟一個大德法師 一個和尚 一個很德高望重的 就講講 我就講了給他聽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呢 在佛教團體裏面 很多的高僧 一些地位比較高的人都知道的 他們多數的第一反應都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我們怎樣算呢 我們的形象怎樣算呢 這件事很大劑的 但是講完這個擔心之後 過了幾秒鐘之後 他們就會靜一靜 就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劫來的 但是劫後是會重生的 我們將這些不好的東西 洗掉它 這些路已經存在了很久 這些很不對的東西 沒有人敢出聲 沒有人可以有能力糾正的東西 今次去做好它 然後我們以後的路會更加光明 所以呢 我是得到很大的支持力 就說我今次一定要講的 說了出來之後呢 以後縮整了 整頓了之後 就會好起來了 老實說 如果經過今次 你們看看這麼多人的關注 還有沒有人夠膽 去爭人之間通婚 而去做假結婚來香港呢 我相信 這一個都會有些阻嚇作用 就算是沒有法律的阻嚇作用 都會有一個公眾監察的阻嚇作用的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這件事 對佛教有一些負面的看法 因為這個並不代表我們的宗教 任何宗教裡面都會有一些的事 譬如你不想舉例了 譬如戰爭也好 任何的東西也好 你都會有時候聯想了某些宗教 但是其實每一個宗教發生的事 都不代表整個宗教是這樣的 所以尤其是佛教在這個世界上 存在了2500年 也都不會因為香港這件事 而令到它崩潰 或者是不存在或消失的 這個不可能的 這個可能只是一個機會 讓我們更加去認清 我們自己的宗教或者我們的善良 還有最重要是告訴大家 就是你們捐了錢給定位子 那些錢在你捐的那一刻 你的功德已經確立的了 無論後果是如何的話 你們在捐的那一刻的時候 上天是知道你們的善心的 那我最後要說的就是 我很希望 不要因為這件事 影響到大家幫助人的那個善良的心 不要因為有可能是被人騙的 所以我們就不去幫人 那我很希望 我這次不會帶來這個不好的影響 我希望是會帶來的正面的影響 給大家知道呢 我們現在齊心協力去做好它 那我要說的就是這麽多了 那以下下來 你們有什麽問題要問我的話 那你們可以發問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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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